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一邊重建,一邊裁房子,這在環之後 一邊重建,報告書也出來了 山英部落重建的總報告書也在這裡 譬如要安置山英部落的主人 這一張是11月1號張貼的 要拆除山英部落的家戶 這樣是算什麼東西啊 就是因為那房子的歷史,我們是建範很多人是大一方 那現在我們就想說,把它靠得更好 因為都靠近在我們那邊,想說沒有好一點 不,目前是我現在當中的時間,每個人是靠近一段 因為怕說,會來欠房子,還是蠻擔心的 那我們安置的,就有了這個出來的安置 我現在是陸新建的,目前要移居的安置 目前要移居的安置的安置 目前要移居的安置的安置 那因為它是修建 那修建的話,它有破綻的安置的安置 只要擴建新建,我們基本上就有一定進行採除 我們本來是限行它是一個禮拜 但是因為直接把我們到部落裡面去做說明 所以我們當然跟原民這邊持續溝通 希望他們能自治的方式進行採除 那剛好在今年度,4月18號 我們發現在客位附貨裡面,自訂訊號裡面 有21號這邊,有陸駐跟域體浪板 當時我們就跟陳小姐講說,不要有擴建行為 後來在10月11號發現到,現場的自訂門牌21號處已經拆掉 重新打P7,陸駐,甚至已經圍上我們提浪板 那這一塊,整個是修善,修善 整個是修善,整個是修善 你什麼都不要講,這個封道的能力是什麼 好,我第一講就說,這個是不是修善 這是認定問題 那我想說,那是你幾個分別 基本上,相信陳女士們們也自己承認說 這個有增加面積 我們有擴建生意,不然是有增加面積 請問你們的根據在哪裡 哪邊我們有擴建 這個從我們照片非常清楚 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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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 拿出來,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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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照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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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提供所有的過程 非常清楚 從4月18號,我們的照片的部分 各位美女朋友們都有拿到了 那這個是事實,也不能去忽略掉 但是這一塊,我畢竟各位,這是個案 也就是只有編號21號這一個 擴建興建這個行為 三一部落主任表達的都很簡單 為什麼?判定它是一個新增複數 兩年來三一部落一直在走這個助力輪的遊戲規則 從不新增一個複數 我們都照著這個遊戲規則在走 可是今天水利集的判定是不能修繕 三一部落這間要被拆的家屋 它是連它的整體硬體結構 都足以可以影響它的房子 都幾乎快要倒了 竟然連修繕 房子的外觀竟然也要被限制成 不能搭建鐵皮 這是哪門子的一個 沒有人這樣的一個說法 邊進行重建計畫 邊拆三一部落的房子 等重建都完成了 三一部落沒有一棟房子 會留在那邊 幾乎都會被拆光了 它的硬體結構已經被破壞掉了 然後生命安全也會危機到 那今天我們來到市府城區 我們也聽到 土方的代表就是說的 我覺得讓我們覺得很不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只是修繕 然後政府這邊要浪費資源 動作這麼大 然後11月8號七七四的時候 他們有派高攤住的 發言人到部落做協商 可是協商到最後也是破壞 然後我們今天才會走上街頭 然後我也為了就是 一邊是不在做重建 然後又要拆部落的房子 覺得這樣很不合理 而且很沒有道理 全國的無敵者啊 勇敢地站出來 為了我們的全力 不怕任何犧牲